当然你也可以用像类似这个方法 甚至说你也可以什么 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类似定义名称 如果你用定义名称 那更简单 甚至程式一行都不用改 一个字都不用改 直接贴上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VBA跟定义名称 完全是非常的muchy的 它完全是可以不用改任何东西 至于要怎么做 我想这个可以自己再去体会一下 因为毕竟这东西是我自己 我自己想出来一套模式 这套模式跟坊间的书籍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你看那个坊间的VBA书籍 跟我讲的完全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不太一样 不是说他们对或我对 因为其实程式 它可以有自己习惯的表达方式 是被允许的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你当然可以的话 你自己想一个方法 去写程式都OK 我觉得这其实还蛮不错的 就像我为什么知道说 这个东西可以不一样 慢慢发现说 那个同学跟我讲 是为什么你写的 就是跟外面书上写的不一样 那当然了 所以慢慢发现说 其实也可以有自己的style 诶 程式可以有自己的style OK 而不是说程式就只能死板板 一定要冷冰冰的 没有啦 其实它也可以有一定的感觉 那个感觉就是这个一看就是说这是我写的 所以以后你看到如果说写的跟我写的很像的话 那很有可能 他应该蛮 因为之前有曾经跟我讲说 看另外一个老师教的几乎都能教的一模一样 第一时间想说这也是还蛮值得开心的 因为居然能够被模仿 其实感觉好像表示说 你的东西是值得模仿 OK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的需求想要改什么 当这个一栏的资料 小于等于7的话 把它同一列的A栏 底色改成黄色的话 那程式该如何写 第一个我需要一个按钮叫格式化 所以我怎么写 打一个sub 那sub名称的话 后面其实就是打上那个按钮的名称 那按钮名称叫格式化 那你就enter一下 他就自动帮你加entersub 那再来的话你就是跟他讲说 我需要什么 从第二列到第43页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样 for i 等于 第2到第43 你可以把上面的复制下来 那打一个nest enter两下打一个nest 这样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判断呢 如果 如果什么 这个哦 一栏里面的资料 所以一幅 那一栏的资料就sales 除尖格里面的资料 i列的一栏 如果怎么样 等于 我应该是小于等于7 或者小于8 也可以啦 然后then enter两下 记得打n的if 其实我习惯先打 因为头尾先给他 中间再来加 不然的话有时候 打了中间 忘了尾巴 n的if 那成事就出错 中间的话就是做什么 有点像一个闸门 如果你这个条件有发生的话 这个闸门就是说 当他是小于等于7 我前面举例就是跟你刷优格一样 B 那你就可以进 你没有B 那就不能进 同样的道理 所以如果你没有小于等于7 他就跳过 什么事都没发生 但是如果是小于等于7 就像这个地方 请你把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就是什么 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呢 同一列的A 同一列的A栏 但我们先不要刮弧 我们先把它的底色 底色的话就是点 interior 所以你打一个in就可以了 他这边会提示 interior 不过我是建议 你那个刮弧后打 因为你刮弧如果先打的话 他这个提示不会出现 的底色 这个叫底下的颜色 所以interior color 所以你点一个C 他会出现color 黄色的话呢 就后面记得 如果以后要在VBA表现颜色的话 那有点像调色盘 RGB RGB应该知道什么颜色吧 红绿蓝 然后呢 如果黄色的话 他的颜色就是多少 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 你可以在这边调色 这个油漆桶 这边有其他色彩 然后你点黄色 再去点自定 他会告诉你RGB 有没有 就是三原色 黄色就是这个 255 25550 所以有三个号码 所以你把这三个号码填在哪里 填在这个RGB后面 255 就是红色是全部 然后呢 区也是全部 绿色 蓝色没有就零 OK 所以呢 你就把这个 有点像那个调色盘给他 他就帮你调出来 所以其实 红配绿就是黄色 所以你那个 假设你们用 那个什么 油 那个水彩 红色跟绿色调在一起 霍一霍 就变成黄色 OK 你就不用额外再去买那个黄色的颜料 OK 那这样呢 我们就程式还没完哦 记得哦 这个是全部的储存格哦 记得哦 把全部储存格后面刮糊再补一个 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Idea的A栏 那你想说老师你为什么这个后面再补 特别注意哦 因为如果补了这个之后的话 后面你点下去哦 那个interview哦 他就不会提示了 所以为什么后面再补 但是经常有同学哦 忘记了 他就忘记这个瓜糊 然后就执行 会变成什么状况呢 这个sales指的是全部工作表的全部储存格哦 所以会变成全部储存格就变成黄色哦 OK哦 那请注意一下哦 这个地方就是打这样 interview哦 他的同一列的同一列嘛 就同一I列哦 这A栏 底色 底色就interview color 变成黄色哦 然后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哦 12 有没有 21 他有没有小 有哦 他就 5 这个3都有 这个地方 只要这个地方是小于等于7 那这个地方就会帮你铁颜色了 好 那如果我要恢复的话 就是格式化清除 有没有把上面这个复制过来 贴到这边来 然后加两个字 叫做清除 然后清除怎么清 很简单 关键的地方来了 颜色的地方 把它改成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的话 有几个方法 你用RGB 如果恶物 恶物 恶物的话 他就没有白色 白色的话就是全部都是恶物 最大 那另外有个叙述方法就是没有 没有的话就是在 Excel里面没有叫XL Excel的缩写 加一个NUM 没有颜色的话 在Excel里面的表达方式这样 这个叫 这个Excel 那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颜色就消失了 OK 那最后一样 把这边两个 再增加 再增加两个按钮 就是把上面两个字 你再加一下 把它复制贴过来 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 这个格式化 然后格式化清除 那最后的话 不过最后就是说 同学 可能就问说 老师这边可不可以改成叫前七名 所以其实前七名 因为这样比较方便 那这个地方 程式需不需要 再把它改写 那其实 我跟各位讲 你直接可以拿什么 拿这个 刚刚的这个格式化来改就可以了 那怎么改 第一个 你可以先打一个Sub 然后前七名 Enter一下 然后呢 把上面这一段程式 格式化的程式 复制贴过来改 那改的地方 主要其实 FOR跟NAS FOR跟IF都不用动 主要关键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把同一列的A栏的底色 把它改成黄色 但是我们现在是需要 把同一列的A栏的资料 所以同一列的A栏的资料 其实就是这个 放到哪里 放到F2里面 所以哦 第一步 如果我要改前七名 第一步 请你把什么 把后面这个 intro color把它delete掉 然后前面再加一个什么 放在哪里 放在哪里的话 在VBA的叙述的话 就是后面的资料 放到前面去 那这边就F2 F2的表示方式就是 哪一个出生格 这个第二列 所以第二列的F栏 这样子 当然你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哦 资料会出现 资料会出现 不过你会发现只有39 为什么39 因为最后的一个号码 39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都把它放到F2嘛 那它变成说什么 它第一次时刻放到F2 第二次如果21 又放在 放在这里面 然后它怎么样 盖掉了 所以我们最后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重点 就是说 当它第一次放在第二列 可是再下一次放在第三列 再下一次放第四列 有什么方式可以做出这个效果 这个地方 因为我需要变动 所以最后的话 可能会需要 关键地方来了 多增加一个变数就可以了 也许变数叫K K等于2 然后你把这个K 放到这个2的地方 它第一次一定是F2 可是之后的下一次 怎么办呢 当它已经放一个资料进来之后 我就把K加1就可以了 那K怎么加1呢 很简单 K等于K加1 那意思就是说 把原来K等于2 加了1之后变3 写到前面去 所以K就变成3了 那再来K变3 再来就变成4 再放一个就变4 变5变6 所以成事就写完了 把它执行一下 就列出来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基本上就把 那个前清明的部分写出来 至于前清明这个清除 你自己写一下 其实就跑个回车里面 空白清除掉就OK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基本上今天的作业 就是请各位呢 把那个刚刚今天讲的部分 第一个包含函数 第二个包含VBA 试着做做看 OK 那有问题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随时在那个 像Moodle上面 或者甚至是 这个YouTube上面发问题 都有OK 反正回去 另外云端白板上面 也有相关的资源 你们可以参考看看 好吗 好吗